主席,剛才有幾位議員都提到公務員學院的成立 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公務員的培訓需要加強 問題是說現在已經有一個公務員培訓處 在公務員設務局核下 為何我們需要成立一個新的學院呢? 在體制上究竟這個代表甚麼呢? 我相信這是大家都很想問的 如果這樣的體制創新之後 是否真的會帶來一個公務員培訓的加強 在林鄭在她的競選政綱的時候 她已經提過要成立這個學院 她當時就說會參考新加坡的公共服務學院 Civil Service College 這個體制與現在的公務員培訓處有一定的分別 因為她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定機構 她甚至乎她的財政來源除了政府的錢之外 她還可以收贊助和收參加者的學費 是否我們將來會這樣做呢? 如果這樣做的話 當然是整個公務員培訓處的性質有一個很大分別 以及現在公務員培訓處 基本上是政府機構的一部份 它裡頭的成員、培訓者都是公務員 當然可以請一些外面的人 但是主要的負責人都是公務員 將來這些公務員 是否會過度成為另一種的聘用方式呢? 這些我相信都是大家很關心的 以及這個究竟會帶來一個培訓上的一個分別呢? 其實如果加強現在的公務員培訓處做得好一些 會不會是另一個方法呢? 究竟現在的培訓模式有甚麼問題 大家覺得是非設立一個新的體制不可呢? 我希望就這一點回應一下 還有我也想提一提 就是公務員學院在文件裡頭都提到 要加深對國家發展和中央特區關係的認識 我覺得這個在一國兩制底下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與此同時的國際化認識其實都很重要 香港公務員體制過去 其實有一個很大程度上是參照英國的模式 然後是某種複製和適應化 然後保持它那個新的一個… 即是它要向英國體制 那麼在未來怎樣能夠在… 即是我們和世界上最先進的公務員系統 能夠看齊呢? 那麼這個都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報告局長 多謝姚議員 沒錯 現在的公務員的培訓處 是在公務員事務局的核下的 我們這個培訓處在98年開始成立了到現在 那為甚麼 那個運作上我們覺得需要有一個新的構思呢? 現在的地方其實很不足夠 現在只有三層、六千五平方米 還有那個要舉辦一些 現在一些比較創新的課程 還有那個設施方面是比較舊的 譬如電腦、資訊科技的一些配套設施 是語言不足夠 他那個班房的空間亦都是有限 一個演講廳 放了椅子之後都是百零人而已 當然這個是一個硬件上面 我們需要擴充 而要配合將來如果我們要大一點 去提供多些多元化的訓練 我們覺得 私立一個獨立的公務員是有這樣的需要 至於說跟外地的聯繫 我們現在也有一些課程 我們派我們的同事去外國受訓 或者在我們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去實職去做 或者臨時在那裡服務 亦都去吸收外面的經驗 這些對外的我同意 不只是我們將來 只是做同國家 或者對國家認識 亦都要注意到我們對於國際的視野 朱主席很快一句 其實剛才局長所說的地方有問題 地方問題最合理就是擴充的地方 找一個新字 為何我們要承承新學院呢 這點可能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在我們委員會裡頭 有一個專門的時間可以繼續討論 我簡單的補充 我們現在對於所有這些 將來的體制內容 都是一個初階的計劃階段 我們在成熟的時候 一定會拿出來跟大家去聽意見 我希望我能夠